跟他分房睡 然後不給他新生活 然後那小女孩就有一些 聖母心態就覺得 這男生好可憐 我跟我前夫認識交往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發現 他有劈腿的習慣 然後是我無意間發現 他手機有一個女生傳簡訊跟他說 我昨天做的早餐還好吃嗎 我想說 早餐店老闆 他也這樣回我 不行 你這樣 你這樣會有渣男譴詞 你這樣會有渣男譴詞 就是早餐店老闆這樣回我 我說不可能 不可能會有一個女生這樣 關心妳說 我做的早餐好不好吃 然後後來我就還點開看 上面也都沒有訊息 就是代表他都刪除了 那我就很不開心 我說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那不然我們就先分手好了 結果分手隔天 因為我的經期 那個時候很年輕 經期比較不規律 所以我就想說 沒事做辦去婦產科檢查一下 因為我都會拿一些催精藥 然後經期就順了 結果沒想到那一次 去婦產科檢查 就發現我懷孕了 就非常八點檔的清潔 那因為我很小的時候 就開始自己賺錢養家 所以爸爸媽媽比較不會照顧我 那我面臨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然後我又跟我的 當時的前夫是分手的狀態 我只能請求 就是有結過婚 生過小孩的同學 我說我發生了這個狀況 你們可不可以協助我 我應該怎麼處理 對 因為我真的是很慌 就是聽到懷孕這兩個字 然後後來他就說 你還是要去找你的前男友聊聊 因為他要負起這個責任 所以我就打給他 跟他講這件事情 那妳說是不是在早餐店 沒有 他就跟我說 其實他一直在挽回 他說 他說這個孩子可能是上天 要給我們的禮物 然後我也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 重新當一個好爸爸 好老公的機會 那我就選擇相信他了 明明知道他有慣性的劈腿 但是你還是覺得給他一個機會 但是他講得很有誠意 很有誠意耶 這個男生我又要講 我為什麼不給他一個機會 我願意改變 總比就是說 我願意為了你 為了小孩 對 我們兩個會有更好生活的 如果聽到是你去給我拿掉 什麼時候 那個才是 也是很渣 是不是 我們聽到說我願意 你會有一種期待 他當時說是願意負責任 我想說也許我沒有這個魅力 把他留住 但孩子來了 可能這個父愛就萌發出來 可能會更有定性 那孩子生出來真的是滿可怕 因為大家都新手爸媽 也不知道小朋友 怎麼會哭成這樣 我前夫比較沒有耐性 他就有一次半夜 還對著孩子咆哮說 如果會影響到你隔天上班 那我們先暫時分房睡 所以我就跟他分房睡了 然後沒想到分房睡之後 他就有一天 大概是我小孩一歲多 那我一個很好的朋友打電話給我 就開始關心我跟我老公的狀況 然後他才很委婉地講說 其實你老公跟我的朋友在一起 對 我就說不可能啊 怎麼可能 他的心思都放在家庭這樣 每天都回家 都很正常的骨尊師回來 你不去早餐店了 因為我就做早餐給他吃 我就覺得不可能會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從這個女生的嘴巴裡 就是小三嘴巴裡聽到 說我前夫一直嚷嚷說 我每天都吵著要離婚 然後我一直嫌他不夠好 然後就跟他分房睡 然後不給他性生活 然後那小女孩就有一些 聖母心態就覺得 這男生好可憐喔 不然 好想幫助他 對 我就幫助你 解開一些你不能解的東西吧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 對 就解開了 然後我就想說 但我沒有證據啊 我就請我朋友幫個忙 我說那你可不可以 幫我約這女生出來 我絕對不會為難女生 因為我怎麼想 都是我前夫的問題 對 然後後來這女生出來 我就發現 他其實年紀很輕 那時候我二十六 二十七了 他才十九 二十歲 哇 大學生啊 對 就是一個學生 然後瘦瘦的 黑黑的 然後就是看到我又很緊張 然後就一直戳手說 姐姐對不起 我不知道會這樣 然後我說沒有關係 那你跟我講一下 你跟我先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可能有一些出路 因為畢竟我沒有想要離婚 那我也擔心你被騙 我就以擔心的角度 對 站在女人的立場 我不會為難你 然後讓她說出所有的事情 但是我同時有錄音存證 因為我覺得我決定 一定要跟她離婚 但我必須要有一些證據 對不對 然後當時她就說 我們就是在哪個醫院認識的 因為那女生是一個 護士 對不對 對 然後就照顧她 然後才發生了感情 她有住院是不是 對 她有一陣子 也不是住院 就是常常回症 對 常常回 只是她故意去 對 這樣子也是回症 可以變熟弱 這了不起 對啊 身體也沒狀況 就一直常常回症 是故意的啊 故意感冒 新文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恭喜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歲生日快樂 祝福每一個人 都能演上一道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祝三立新聞網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好快喔 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 就在這裡